德纲好 余天兄好 您好 首先要恭喜德纲入选福布斯名人榜22位 据说您过去年赚了2000万 您吵着嚷着要去对账 情况如何 他们印错了 印错了 是少一个零还多一个零 我也不识数 大伙那么嚷嚷 那么今年开玩笑 今年是德云社15周年了 然后德纲熊和余天兄也是牵手十年有余 是一个对你们来说挺重要的一个节点 我想其实德云社 包括你们俩走过了这么长的一段道路 我觉得注定是会在相声表演艺术的轨迹上 留下一点痕迹 特别想跟你们梳理一下 你们十多年来所走过的这样一条 非常不容易的相声之路 德云社走了15年 你们牵手十年 二位最大的感慨是什么 德纲 我们先说自己定位 普通的民间闲散艺人 不向外界夸得我们如何如何伟大 我们的艺术造诣也很低 无非是兴趣和工作合二为一 这是我们觉得很荣幸的地方 走过这么多年来 值得欣慰就是这门艺术还没死 而且我们还能指着他生活下去 挺感谢我们这些前辈 给我们留下这么一门宝贵的手艺 让我们能够倚靠着他养家糊口 而且心灵上得到很大的愉悦 所以说回头看看 干这事干得挺快乐 李先生英呢 这么多年合作下来不容易 尤其是我们之前也都经过很多年的 干这个 干那个 包括说相声 没有好的固定的搭档什么的 这么些年总结了一个 我们俩也常说 首先志同道合 然后平常的为人出世 各个方面都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然后以互相尊重作为基础 我觉得合作非常非常愉快 到现在有很多观众朋友问我们 就说你们俩红过脸没有 其实不单生活当中 在这个艺术上面 我们也从来没有过 不是说红脸 就连掰着几句都没有过 并且就是心里边一点结呀 或者什么的都没有 我觉得不容易 在人的这个一辈子当中 就是在你的搭档 不管是什么搭档 你能选择到一个这么好的搭档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荣幸的事 1995年 23岁的郭德纲 从天津来到北京 与相声界前辈张文顺 青年演员李京 在京卫茶馆 广德楼等地演出 从1996年起 陆续又有徐德亮 邢文昭等一批相声演员加入 规模扩展为十几人 演出场所 也从茶楼进入戏楼 并取名为北京相声大会 2003年 北京相声大会正式更名为德云社 并在北京天桥乐茶园 建立了固定演出场所 如今德云社 已经成为北京最红火的演出团体 宾客迎门 一票难求 您现在回想起来 创办德云社之初 最最困难的是哪一个阶段 最最困难是初期应该是 甚至到中期 就是说从96年一直到04年 这段时间应该是很难 步履为间 因为那会儿 你看最早的时候 刚刚说试一试 像9697那会儿 说这相声到底还能不能火 因为当时业内同仁 所有人的追求都是上晚会 参加比赛 进专业团体 如何如何的 我们当年的梦想也是如此 我也说 要是哪个团能要了我 跟着上晚会 再拿个奖用 快乐都不得了 只不过就是很难融入那个圈 因为这个你也是知道的 人家挺好的 很完善的一个行业 一个圈 干嘛要要你 所以说你必须要想你的活路 这样无意中就觉得 可能在小剧场 或者说传统节目面前 观众还应该能认头 试了一下觉得挺好 但是试这个过程很血腥 你首先说 观众 哪有这么多人一上来 就愿意到剧场去买票 大批的人都是工会买完了票 发给他们去随便看 是吧 人为什么还要花钱买票 看演出 这不可思议了 这个意识可能几十年形成 你突然间要扭转 凭什么 你是谁 此其一 其二来是剧场的问题 早些剧场 比如上海大舞台 也罢天产也罢 前台老板张三 后台老板周信芳 两家联合 咱们排一个风声榜 你出多少钱 我出多少钱 咱们一起 卖了钱 咱们分 这都可以 后来我们的体制 我们的剧场不这样 你演什么 你活该 你死与活是你的事 你今天晚上用我的剧场 五千块 七点到九点半 你交五千块 你就开着门亮了灯 这是你的事 你耍猴也与我何干呢 那么对我们来说 这就是个事 我们要考虑 必须够够他那五千块 后台还有这么多人 要吃饭的 要保本 要保本 所以这样就很难 大剧场租不起 二百人 一百人小剧场 当然还得说 见缝插针的干 因为你没有成气候之前 人看不上你 疯了 哪人要说像 像是像是不都电视上说的吗 剧场说像是一个新兴的行业 人们已经忘了像是从剧场起来的 他第一不知道应该买票 第二他不知道坐那看 凭什么要坐那看 这他不理解了 你要试一下吧 小剧场 可能某个小剧场 我们干了半年 哎呀 观众很踊跃 真来了一百人 二百人 二百人 哎看 太好了 那么剧场说 不想跟你合作 你走吧 你这半年的努力就算白费了 我不能挨个儿寄观众电话 那么你可能找到下一个剧场 是一个月之后 这一个月之内 你这些人就已经全部流失了 那么你又找着新的剧场 你再干 你之前的努力 从来 就这个过程 周而复始 一遍一遍的 重复了好多年 这是我们当年最大的困扰 郭德纲常说 自己是个体制外的相声演员 因为他从未加入过 任何公立的文艺院团 没有吃过公粮 在德云社的前身 北京相声大会成立之初 郭德纲曾先后与范振玉 张文顺 李京等演员搭档 而当时 于谦是北京市曲艺团的一位 体制内演员 这一内一外的两个人 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呢 那你那时候 第一次跟德纲合作 是怎么个情况 是你借到他们团里去 是吧 我给他们团帮忙 那会儿他在曲艺团 当时他们团里边 是这么说的 你看我们现在也缺人 咱们团你好好干 之后连你 在你夫人 连关系在户口 全能调到我们团来 喝多大的诱惑 两千年初 这对我们来说 是个诱惑呀 又是户口 又是工作的是吧 于是想了想 其实他们团并不挣钱 实话是说 给他们团演出 我就没挣过 一百以上的演出费 他有时候按一百 我先给你一场 完事呢 他得扣税 有零有整 七十二块五 三十六块八 反正是五十块钱往上 九十块钱往下 没演一场 而且几乎没有 北京城里的演出 都是谁 北京六环以外 各大乡镇交线 那会儿我就说 我说咱们是交线天王 我们进不了城 老子在外不演 但是呢 就是因为人家那一句话 导致你能调到团来 那位移户口也值 所以说 这么就开始 那时候是 我基本已经在团里 闲了十年不演出 我的搭档也走了 那时候的搭档 上日本了 然后我在团里 一直就没事干 在外边呢 就接点小品的 电视啊 电视剧啊 然后利用这空闲时间 我说干嘛呢 我就上了电视剧 学了学导演 还上了个学 基本上有十年多的时间 闲下来就没干过相声 后来戒调 团里人也不够了 慢慢相声都 外面都调到别的团了 老一批的演员们 该退休退休 年轻人就不够了 也凑不够一台相声 所以戒得刚到我那儿去 戒就戒一个人 谁给他捧根呢 郁先生您在来就临时等于是大伙 搭档 然后就开始这么一点点合作 给我没想到的就是台上 惊着我了 从小学校上合作的太多了 包括捧根演员很多 各个的常驻 各个的特点 但是千哥这让我特别满意 挑不出毛病 而且来说呢 他也是说下的 时日今日我跟千哥我也说 不好找您这样 尺寸尽头火候 而且默契程度 这个东西默契其实也不是学来的 他得会 他会他就知道你肯定要干嘛 你也知道他会 你给一个就够了 所以这个 本来是临时凑合的搭档 却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郭德纲和于谦相见恨满 从此谁也离不开谁了 郭德纲最终还是没有踏进体制内 而于谦倒是被郭德纲成功收编 2004年春节 于谦正式加入了德云社 我们一起合作将近十年了 我感谢于老师 不敢这么说 如果说郭德纲有这么一丁点成绩的话 那么完全得利于我自己 这个人家说 县上的这个搭档就像夫妻一样 你们俩这一般谁是算夫谁是算妻呀 这开玩笑 这方面我们觉得互相尊敬 也谈不到说谁谁非得是丈夫 你要说从长相说 可能我像个老爷们 看其他的还是 您说于谦比较阴柔一点 他都烫了头了 不 德纲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 说你跟于谦是属于是 亿父亿母的亲兄弟 我这句话特有梗子 我微博上写的 德纲你觉得你们俩个性当中 最相同的是什么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最相同啊 最相同的就是我们比较懂事 这个很难得 到这岁数了 他比我大四岁 我三十八大四十二 这会儿经过也多了 我们是能够沉下来想一些事的了 不同的就是他比我更感性一些 我去年八月份之前呢 比较好冲动一些 我现在逐渐的快痊愈了 谦哥比我还重感情 你看他台上是 没溜或者怎么着 但实际上这个人 是一个好哭的人 这个人给大伙哭去了 谦生的 是 我这方面 跟他的想法是一样的 这么多年了 四十二了 四十不获了 也该懂事了 我已经基本懂事两年了吧 一般来说你们创作一个作品 你们俩都是怎么完成的 我特别想知道 我们这个秘密要告诉他们 他们收着履告 跟他们说 好吧好吧好吧 我可喜欢他们这个鲁豫有约的 谢谢您的有这么夸我的吗 创作来说呢 我们要适当解释一下 其实经常有大批的群众爱好者 给我们寄来作品 我是一万个谢谢 一千个谢谢 但是恳求不到在即了 真的 我们的文化水平并不高 但是咱实话实说 好些人写的东西 我是看人一打一打写的 我打心里疼的 因为这个行业它很奇怪 要想成为相声作家 前提你是个相声艺人 而且你是个出色的相声艺人 这个相声啊 它有一半是心理学 一般我们创作节目的时候 都是我想出一茬的 比如说今天想写一个 有关采访的相声吧 那我就会总琢磨这个 总想这事 可能这个琢磨的过程十天 也可能是一年 也可能两天 头有了 尾有了 当件有了 当中怎么弄 一直到我琢磨的 差不多成熟了 我会找一张 这么大的纸 然后把它写下来 不是写剧本 是写个提纲 框架 框架 有时候画几个歌 这几个歌 这歌里面打算说什么 就几个字提醒 那时候晚上 我就拿着这纸到剧场来 余老师 咱们要上新作品了 余老师或者抽着烟 或者喝着酒 也出钱了 因为你要早说 他记不住 他记不住 我也记不住 我就拿着我这张纸 我给他说 这待会儿啊 前面有可能要这样 之后如何如何 按这儿有一节骨眼 您记住了 然后行吗 他一般就这吧 就装起来 就没事了 他就接着吃啊 喝着聊天啊 就鲜花 后台来串门了什么的 一直等到上场 我们俩穿好了就上去 把刚才说的那个 我们俩在台上来一遍 那么这个跟扣台念的那个 几乎就是两回事 就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了 他会发挥的特别好 他会完善 我本身 我是捧根出身 我小时候学像 你小时候学捧根 我是桌子里边出身 所以我会知道给他留什么 我留那节骨眼尺寸 他准舒服 然后他自个儿在那几种 再一翻出来 我们俩再弄 台上还有好多 那个现创的东西呢 所以说会很热闹 这个我看你们相声 其实有很多这个 现挂的东西啊 这个一圈胸 这个捧根的话 是不是有时候会觉得 压力挺大 他的现场 现场来的东西太多了 没感觉到压力 说实话没感觉到压力 因为现场碰撞的东西 就是记性的 记性都就是当时想法 想出来的 那么我没想到 也是很正常的 那么我想到了 由于对方的刺激啊 包括观众的反馈啊 那么想到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事 这是一个很美的事 感觉不会 不会感觉到有压力 郭德纲和于谦 这一搭档 就是整整十年 如今观众早已习惯了 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 并肩而战 习惯了桌子外边的脚侠 和桌子里边的汉后 也习惯了郭德纲 随时随地地拿于谦开涮 把老搭档损得体无完肤 每次演出 于谦系列的新段子 总是全场最热切期待的兴奋点 现在应该说鱼签了 这倒完了啦 我也往拦着了 这艺术很刺 怎么刺了 大伙不知道 今天咱们连欢的兴致 所以呢我也 我说吧 没关系 刚才您那就够狠的了 你说吧 你听出来了 你说吧 这个智力可以啊 别停那药别停啊 我这还吃着药呢 北京城能住起四合院的人 不过十个人就这么稀少 有一个是他父亲 他住四合院 也就是北京 每十个人有一个是他父亲 没听说了吧 你们俩先生 你基本上经常砸鱼签的挂 而且常常拿你爸爸开玩笑 这你们家里头有意见 这些东西都能想通 他本身就我们在台上也说 这本身就是角色 你们俩有没有想过 这个尝试一下 就是豆根跟捧根翻一下 试过 但是他不爱干 压力的 树叶有专攻 我能理解他 但别人不会理解 这个捧根站在桌子里边 豆根那老拿着开玩笑 你们家做个 你们家那个 他这边还乐得跟什么时候 是真开心 是真开心 因为我是捧根重生 你要现在让我 比如说一个什么机会 站在里边 人家说我 我也挺高兴的 这是工作呀 而且那个没法 你是外人无法知道的 接下来我还问一下 比较这个私密的问题 你们刚才说了 合作这么多年 没有红过脸 没有有过这个矛盾 这个在搭档当中 已经是非常非常少见了 那有没有一些 对方的这个秉性上 习惯上的东西 你们互相是看不惯 我先问德刚 你觉得 一圈哪些东西 你是看不惯 希望他能改的 第一没有什么我看不惯的 第二有他也改不了 都这个岁数了 还改什么改呀 有哪些东西你希望他改的 就少抽点烟 少喝点酒 还有喜欢烫头发 头多烫点吧 顶多烫成我这儿也就拉倒了 其他的我觉得没什么大毛布 活得很开心 养鱼养鸟养龟子养鹿 养马养猴养狗养猫兔兔子 能养了都养了 最大的爱好种菜种树挺好的 来了之后就是人民艺术家 回家之后就是农民伯伯 我觉得他这辈子没外活挺好 活明白 挺好 一圈你说说 这个德纲 目前还别说没有 就是有他也不干我事 对吧 我在家里我就喜欢 光着网子待着 这跟我没关系 是不是 那一些习惯是自己的个性 我现在不光网子 你们有上家偷拍的 这有上你家偷拍的 你觉得经常有 我现在就弄个吊袋穿着 才一看就拍错了就走了 你不会转个吊 转个吊就回来了 这些年来 随着德纹社的声名显刻 郭德纲于谦的家庭生活 也渐渐走入公众视野 郭德纲的妻子王慧 原先是位颇有名气的 经韵大鼓演员 2003年嫁给尚未成名的 郭德纲之后 王慧放弃了自己的视野 专心打理德纹社的大小事务 而于谦和妻子白慧明 在拍戏中相识 这位小于谦整十岁的娇妻 更让不少粉丝感叹 于谦艳福不浅 我觉得你们俩成功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就是说 你们俩都有一个 非常好的嫌内助 我特别想听听你们俩 怎么夸对方的媳妇 你先说说是她媳妇 嫂夫人 说啥子 嫂子比她小好多 俩人差好几十岁 好几十岁 没有啊 差十岁 差十岁 挺不错的嫂子 照顾家里照顾 我们一出去一走 现在还好点了 到退几年 一走 十天二天就下去了 那会儿 她生孩子的时候 我们都从外里先赶回来的 家里什么事也是 她也开着饭店什么的 也是嫂夫人替她盯着 他们感觉他们挺幸福的 挺好 你说说德纲的媳妇 德纲的太太 那是在我印象当中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能感的人 家里头包括生意上 包括我们这个德云社的 后勤工作 这些饭馆啊 服装厂啊 包括德纲每次出去穿什么衣服 都是她太太来给她搭配啊 来给她采购啊 或者是制作啊 这个事无巨细都管了 而且我觉得两位嫂夫人 很不容易的时候 就是跟你们结婚的时候 你们还没活呢 对 这个德纲媳妇 那个你太太那时候 是据说天津很有名的 她那会儿红这儿呢 就她当时怎么会愿意 就是放弃自己舞台上的 这个康庄大道 那时候你还不怎么地的 就是还是 黑暗小道的时候 人家怎么愿意 你怎么给人许许许许许许 没有还真没有许许许 说我们将来一定怎么地怎么地 那人家不信了就 从那会儿说就没人信了 那说明他有眼力 买这钱力股 钱力股我就想说这个 钱力股 余圈就那时候跟太太认识了 据说 你太那时候才19岁 对 对 她19岁 是啊 基本上属于拐骗少女 那时候也是 不挣钱 单位好容易开400多块钱工资 一个月上 一个月上四天班 如果一次不来 就扣掉一部分 两次不来扣掉一部分 我呢 这单位吃不饱 我在外边拍个戏 演个小品 我基本上班上不了 所以我的最低工资 没准 一个月 我单子上 工资条上 见过一块二 那一段时间 还就指着 他上个班 一个月挣个两三千块钱 那时候做电脑 什么的做得挺好 有一段时间呢 确实是 也为家庭啊 为这些 就给我们很多支持 付出了很多 德化苍生 欲礼于乐 云引灵台 万象归春 在德云社成立十五周年之际 郭德纲 于谦 这两位合作超过十年的老搭档 作客客繁倾听 并肩而坐 辅金追悉 笑谈属于他们的 这段相声情缘 2005年前后 德云社火了 郭德纲了 随之而来的是 各种各样的 是非和争议 和金雕戏客的 晚会相声不同 德云社的剧场相声 保留了更多的原生态 有一些 不登大雅之堂的内容 由此引来了夜内 对其低俗的指摘 而郭德纲 则抓住一切机会 反唇相机 我们这就算是 非主流向上演员 人其他这些人 都是主流感向上演员 主流感的向上演员 敢当主流感的向上演员 德纲挺有意思的 你有两句话 我觉得特别绝 你说是草根 这好东西都是草根 人参 灵芝 东城下草 都是不值钱的 都是草根 第二 您就是说 高雅不是装的 只有孙子才是装的 你们自个儿是怎么给自个儿定位 相声就是个民间艺术 你分你拿的干嘛用 而且我们的节目也是不同的形式 我们有偏文根的节目 我们也有偏热闹的 有的是偏通俗一点的 有的是才艺展示类的 它不一样 另外呢 其实观众以及行业外 其实观众啊 老百姓朋友们都没提过 向上如何如何酥 真正说提出来这个 呀 这个向上这个这么酥 那么酥 是行业内部的朋友们 他只是说 在专业角度打不过你 而拿出来扼杀别人那种道德武器 老百姓不会说 外行也不会说 只有行业内部 他台上干不过你 你想啊 咱们这朋友要想害一个人 就从道德上躺一下 就能把他扮起来 当然了 现在也不是百事百灵 因为现在老百姓聪明了 其实在观众的心目当中啊 你们跟这个所谓的主流向上 是渐行渐远的 甚至是有点分天抗礼的 可我知道很多前辈的向上大师 比如说马济 马先生 这个常保华 常先生 对你们也都是这个头一清眼 特别的关切 其实你说向上分什么主流非主流 分不出来 它只是都是向上 都是向上 只不过每个人的定位不一样 向上你是干嘛用的 你是通过说向上解决组织问题 你是通过向上发家赤富 你是通过向上就是吃饭 还是说你就好这个 拿说向上当抽烟 当钓鱼 当下棋 他关键看你的定位 那么定位不一样 你那个作品就不会一样了 我们同行们其实基本上都比我的艺术造诣高 境界防红面面的 是郭德纲今生今世所不能及 我无非是一个体制外的民间闲散艺人 平能的吃饭养家糊口 不管是休养防红面面这都赶不上 我很崇拜他们 我很羡慕他们 所以我们沾染了很多的铜臭味不应该 不应该 我们以后向这些同行们学习 你看我现在可以了吧 学的特虚伪 都看出来了 又快了让人看出来了 这行人真难受 其实观众每年到春节前夕 都开始这个蠢蠢欲动 特别想通过他们的这个努力 民间的努力 把你们俩这个闲散 民间艺人 给推到央视的晚会上 春晚呢 只能说是一个很大的平台 它能够让更多的受众了解相声 如果要上的话 那么这应该是好事 那么要让观众了解到真正的相声 那我们要上去说 我们希望观众了解到 我们所追求的那个相声 如果要不是这样的话 倒无所谓上不上 这个怎么说呢 如果有一天 春晚觉得郭德纲预先适合上这个舞台 并且我们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作品 老百姓也爱看 那么何乐而不为呢 就是说迄今为止 你们有没有收到过 这个春晚的正式邀请 我什么叫正式邀请 人家不可能是有一个文 就是说这个导演组 有没有跟你们 直接打一个电话 说德纲 这回能不能来一把 应该是有的 因为我师父活着的时候 胡耀文先生在世的时候 就曾经谈过这个问题 但当时所说的创意也是 上十几个人 大伙装个旅装个马 然后一百年什么的 或者怎么着的 但是种种原因也是没成型 所以咱俩说人家从来没提过 咱们也亏信 曾经是有过这个 有过话题 所以有 如果有邀请 有合适的这个节目 你们还是愿意跟他们合作 在哪演出都是为人民服务 我们是非常认可这一点的 合适的节目 合适的场合适的机缘 我们非常愿意 说一段合适的相声 除了相声起争议 郭德纲本人 更是娱乐圈的话题人物 2006年 他代言了减肥产品 被曝 违规生产 虚假宣传 一时间 郭德纲成为了众矢之地 2009年 他又卷入了轰轰烈烈的 侯门遗产风波 作为侯耀文的徒弟 郭德纲公开直指侯耀华 涉嫌侵占侯耀文的财产 两人大打口水仗 着实又热闹了一阵子 我师弟 他爷爷叫侯宝林 他父亲叫侯耀忠 侯家三位公子 大爷就是侯耀忠 杭三的是我的师父 侯耀文先生 杭二的 好了 过去了 不提了 今年清明前夕 过世将近四年的侯耀文 终于入土为安 郭德纲 于谦 率德云社众弟子 前往牧原拜祭 当时两人都是悲从中来 痛哭流涕 我都会到今次才看见 我觉得你们俩哭得特别伤心 我有一件哭得特别伤心 是不是百感交集 像他这样一个向上大家 这个身后事既然是弄得这么麻烦 种种的不随人怨 就是 我们讲话也没亏心 也没对不起谁 这么大一角 最后临了临了了 怎么落这么一结果 其实在清明我们扫墓之前 我们在外地 然后南京应该是吧 做节目 千儿哥在酒店里边 就已经自己哭了一包 他是很容易动感情的人 他就为这事哭了好几回了 其实他能下葬 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一个安慰 最大的一个安慰 这么多年来 我们也帮不上忙 使不上劲 终归是家务事 但是最后 进墓地那时候 还没觉着如何 就走到他那墓跟前 瞧着那巷子的时候 就已经觉着不行 就这么多年来 哎呀 这么一个局 而且是真是拿着 当自己家里的老人 终于能够入土为安了 之前闹出了很多不愉快 哪一刻就全都扔到边上去了 就让人很踏实了 其实所谓感情 就是接触的多 交心 就是这么多年了 我从开始拜十先生 就一直也跟着他一起混 看演出啊 到家玩啊 然后平常也是到团里去找他们 他也很喜欢我 接触的时间太长了 对他也太了解了 他也对我们也特别的关照 这一到现在呢 就是只要一提这个事 老想起来 不管是大事小事 有时特别细微的那些小事 是特别感人的 包括他很严厉的 给我们说我们的时候 现在想起来都是一种 当时特别特别难得的 这么一个地方 其实到今天我都不太相信 这么一活蹦乱跳的人 他就走了 我过去来北京啊 没事就老跟他打电话 你在不在 然后上他那吃一个饭 然后玩一下 我都不太相信 我都不太相信这样的一个 这么活蹦的人 就59岁就走了 按大小个轮也轮不到他那 想不到的事情 那在整个他这个身后室的处理上 德纲也是这个仗义直言 挺身而出 也惹挺多麻烦 后悔不后悔 倒不后悔 倒不后悔 其实按说这里边没有我一毛钱的关系 也不是最后分我条裤子 是给我个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只不过觉得就是我所看到的这些个 我要如实地把它说出来 这样的话呢 我能对得起我师父 这个至于说后果麻烦 我倒是不在了 这么多年来我也习惯了 可能我也就是这么一个拧巴的人 当初所做的那些 我只觉得那做对 对 反正别人可能跟他出发点不一样 理解的角度也不一样 每个人有每个人办理事情的方法 但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觉得这样做对得起我师父 因为这么大一个艺术家 你说咱怎么说啊 他这人没了 他就两条裤子 家里有一板挂面 还有三斤葱 口袋里要十块钱 也就知道别的都没有 咱说不出这个话来 说了老百姓信吗 你说是不是 他这些年混得还不如一个低保的工人了 不可能的事 是吧 于谦有没有 有时候拉他一点 这个劝他一下 别那么有棱角 因为德纲是一个特有棱角的人 当初我来你一句话 当初我师父胡奥文先生在世的时候 他说过这么句话 有人说过 您图那这一天到晚得罪人 您不劝你的 侯先生原话是 郭德纲一路坎坷走来 他势必要嫉恶如仇 这是侯先生的原话 2010年8月 郭德纲再次登上了娱乐头条 这次事件的起因 是他在北京的一处别墅 涉嫌非法圈地 建造私家花园 当媒体记者上门探访时 别墅内郭德纲的徒弟李赫彪 竟出手打人 别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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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 看着你把这 我说八道 我不是你 当时郭德纲并不在场 按理说徒弟打人 没理由让师父连坐 但事后 郭德纲谈及此事态度强硬 还编着段子为徒弟撑腰 这无疑是火上浇油 激起功愤 事后郭德纲解释说 当时双方都动了手 并非李赫彪单方面殴打记者 只不过李赫彪手里没有摄像机 由于这场风波 郭德纲受到包括央视在内的 诸多主流媒体的一致疲态 德云社也因此停业整顿 一个多月 有没有后来进行过一些反思 这要是别人问我 还真不爱说这些事 也说不明白 然后在可凡兄问的 可以聊一聊 我们也知道可凡兄 回去不会瞎说瞎剪的 这是一分为二来讲 一个就是由于所谓的 我那个徒弟跟记者 发生争执的事情 其实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但是后来 可能也是由于我的处理不大 闹得很大 那么我要说的就是第一 我没有全占绿地 此期一 其二呢 我徒弟没有殴打记者 其三呢 那套房子我早就不住了 其实事发的时候呢 已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但是你要知道 这是郭德纲出的事 要是相声艺术家王二就没事了 就没事了 我也是年轻气盛 一时冲动 可能有一万种方法 能把这个事情搞得很平整 就不说 八月份的天气也热 脾气也燥 而且这个事咱实话实说 其实到今天我也要讲 其实北京电视台 他也冤枉 这个事不是他调起来的 我们是有一个三流的小网站 是这个网站恶意炒作这个事情 是他们调起来的 调起来之后把这个事情推上去 然后在里边推波助澜 到后边他又联络好多人 成立什么 打倒郭德纲联盟了 然后之后怎么 其实是他们在弄 他牵的驴 北京台拔的角 我在里边也是一时脾气大 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 然后后边闹出一系列 如何如何来 痛定思痛 只能说咱们还是年轻 还是年轻 如果今天发生这个事情 我们可能不能这么处理 所以对我来说是个好事 就那一刹那 其实我就冷静下来 我就回过头去看了好多事 对我来说 非常重要一件事 可能之前三十几年来 好多糊涂的事 通过这件事我都想开了 打人事件尚未平息 德云社又后院起火 元老级人物李京 和郭德纲的徒弟何云伟 双双发表声明 宣布退出德云社 这两位核心成员的出走 难免让老观众 回想起2008年 德云社早期的重要成员 徐德亮与其搭档王文明 双双退社 当时徐德亮与郭德纲 甚至反目成仇 恶语相加 之前我上班的时候 我挣的钱比现在多得多 后来我辞职 专门跟郭德纲干这个 我这么捧你 我变成这样 这也不代表说 进了德云社 我就保你开上什么车 住什么 终归不是慈善机构 余老师买房买车 李京买房买车 人都是自个儿的努力 三年之后 郭德纲口中的正面榜样 李京也选择了退出 之后不久 曹云京 刘云天 也相继出走 另起炉灶 忽然之间的众叛亲敌 使郭德纲的形象再度受损 这个台上口吐莲花的相声奇才 台下莫非是个翻脸无情的戏班主 就是过去弟子的这个出走 不知道您是怎么想 因为我自己也收学生 当初我退出了吗 都退出了吗 还没有还没有 我只有收了没几个学生 没你那么多 有的是机会 当然 千万别有这个机会 向上界啊 两种说法 有的老先生呢 不收徒弟 一个徒弟都不收 你要问我就交给你 但是拜师不收 为什么呢 因为打清末开始就这个行业里边 徒弟对不起师父的事 屡见不鲜 太多了 你们这行业太多了 很正常 所以老先生寒心了 不收徒弟 你问我就交 但你说上家去拜师 门也没有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就是 再难我也都收徒弟 为什么呀 替祖师爷传道 都不收徒弟这门就完了 到今年德云社15年了 就说我们有点声望的演员 包括徒弟 15年里边 在几百人当中 退出了六位 不管是何种形式 何种方法 退出了六位 我觉得这个比例来说 我是非常成功的 非常成功 15年的一个单位 好几百人才走六位 你还要如何 是不是 而且 我跟你讲 现如今北京城 30多家小剧场 天津有很多 几乎这些个小剧场 每天都是50%的人员流动 很多团体就是 整团子流动 今天他叫张三向尔社 后面就改成李四了 就全体投奔李四了 后天把李四又打了 又叫王二麻子向尔团 家家如此 家常便饭 那为什么我们15年走了六个 就闹成这样呢 因为他叫德云社 木秀玉林 封被摧 而且你这个 就跟国德纲图里打人 道理是一样 王胖子的图里打人 打就打了呗 王胖子是谁 他都不知道 所以说呢 这个很正常 那么我们再深一步的 来聊这些事 为什么要走 为什么要走 这个呢 就外界不得而知 但太细的话 我不能说 因为孩子们还要发展 他再怎么着 他也是我徒弟 他们好了 以后说 这是郭德纲教出来的 他不好 这饿死这几个 也是郭德纲徒弟 我脸上也无光 就不管他们怎么着 你还是认他们这徒弟 我是认的 我是认的 因为你要知道 这行业 它终归是有门户之鉴的 这个这几个我就开除了 我就不要了 我如何我解了恨了 孩子们在外面 也不好发展 不好发展 那退出的那几位 他们现在还跟你们 跟你们保持一些联络吗 你猜 我想应该了 你再猜 联系不联系 其实也并不重要 并不重要 虽然说是去年八月份 孩子们有退出的 有种种形式走的吧 但实际上这个苗头 大约是在两年前 我就预见到了 我就知道这几个人 会有一个 你有预感 而且就是这几个人 我看着长起来 我太了解了 他怎么想的 我都知道 但是有不是的儿女 没有不是的爹娘 我很不相信的 这个德云社 你们有这么多徒弟 你们平时收徒弟 这个有什么标准 一圈有什么标准 首先他得爱这个 爱这个 然后有一定的天赋 因为这行挺讲天赋 有一定的天赋 然后人品再好 这行门槛很低 基本上要求到这儿 就可以 我们这行挺坑人 你干别的行业 你看台阶一顿一顿用 要上去 才能到他们这个门 我们这个门在平地 打开门 你进来了 你才发现 这个台阶在屋里边了 他进了屋 你让他再出去 他就不认头了 那么就有上两栋台阶 有上三栋台阶的 有的就一开门进来 就跟这混的 都有 好汉子不爱干 来汉子还干不了 您这全部经历 搁在别处 您可能艺术家 什么学者都可以 唯独搁在我们这儿 可能连学员都不够 不是说我们多么的高 只是说我们这个 这个行业的特定性 天分 兴趣 勤奋 缺一不可 我有天分 我还得爱这个 我还能下功夫 他才能成功 这三者短一二都不行 竟有那个孩子来了 家长 那我们这孩子 爱这爱都不行了 他也愿意下功夫 你就收他吧 我说他短一二天分 他有兴趣 他能勤奋 不代表能成功 我再喜欢航空技术 我在屋里边 我拿点铁皮 我也捡不出来 太空飞船呢 你说是不是 就咱仨坐屋 哭着喊着 咱们要当美国总统 我们愿意 那是你愿意的事吗 那是两回事 所以说我们这个行业 挺奇怪 那你怎么凭你的眼光 去判断 这孩子有没有前途 干时间长了 我们看你演员 好坏 不用等你说话 穿上大褂 打上场门 出来站在话筒当劲 我就知道你多的能力了 唱戏也是如此 后台化妆 甭听你唱 这人扮成戏 勾上脸 老先生拿眼睛一打 这局不赖 就知道你多的能力了 就跟吃西瓜 吃一口就算 你何必都吃着它 你说呢 而且我发现 你们现在是 义子而教 是吧 这个德纲的儿子 拜了于谦 于谦的儿子 拜了这个德纲 人质呗 是不是觉得自己 叫自个儿孩子 没法教 这是这行的规矩 自个儿的孩子 你瞎不去守 就交给别人 你们希望自己的孩子 将来继承副业 那是他的事 他要是继承副业 我们省点心 他也超点劲 干别的 没熟人 在这个行业里边 我们还能告诉 这是坏人 那是坏人 还能说一声 但是看他的兴趣 他说不爱干 那就不要强迫 就说你儿子 挺有天赋的 目前看还行 天赋是肯定多少 从遗传的角度 说是有一些的 日后如何 体型有没有遗传你的 比我高 比我高一头的 给他修 修 15年来 郭德纲和德云社 在争议中成长 2009年年底 一座全新的德云会馆 在北京三里屯 开门迎客 至此 德云社已经从当年 那个寄人篱下的 天桥小厂子 发展成为了 拥有四处根据地的 连锁集团 业务范围也从相声演出 延伸到了餐饮 服装领域 德云社15年是一个节点 你们俩有没有为 将来的德云社 制定过一些规划 比如将来的十年十五年二十年 我不是一个商人 我也不是个野心家 我更不是一个冒险家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相声艺人 能保持这个状态就非常好 我们所做的 包括参与 包括服装 其实跟相声 跟我们的这块 还是多多少少有关系的 你说我上哪包一金矿去 我上哪 如果说我也没这么大的野心 我也处理不了 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 好好说相 好好做人 稳步前进 能这么往下走 我就觉得会很开心 我老觉得现在日子就挺好 我能够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能够把现在 就因为打江山一守江山难 能够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能够把现状维持好 再稳步地能够往上发展发展 然后能够我的很舒心的 这么一个日子 我觉得就挺好了 我没打算在哪方面 或者再搞一点别的 再发展得更宽一点宽泛一点 没有这想法 我发现鱼圈比你会生活 大四岁 这不爱着呢 好的 谢谢二位 谢谢